你能见到驻向飞向 这一切现象是什么呢 刚才讲的 刹那 生灭 相似相续相 没有一样是真的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 你还会有执着吗 你还会动个念头 想控制想占有吗 为什么不会起这个念头呢 因为它是空的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我年轻的时候 大般若经看了一遍 六百元 我总结我的心得 就十二个字 释迦牟尼佛二十二年 所讲的是什么呢 跟我们讲的一切法 无所有 鼻竟空 不可得 你真懂了 不但一切这个外面境界 你不可能起控制占有的念头 对自己的身 对自己的心 这个念头都没有了 身一行世界 都是幻想啊 都是飞翔啊 万法皆空 告诉你 这讲到最后 真正明信见信了 因果也是空的 可是佛法里面讲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对谁说的呢 对没有见信人家的 只要你没有见信 你就有因有果 见了信就没有 见信是你见如来了 见如来了 你成了如来了 也就是我们在华言上 常常讲的 什么有因果呢 设法界不利用果 设法界里面的佛 还不利用果 为什么 他没能转世成智 他提示 向上一走 转八十 成四至 因果就没有了 其实 我们将因果报应 直于设法界 设法界里的佛法界 向上一走就没有了 向上十 祝佛如来的 十报 专严图 用过没有 十报 专严图 还有没有用过 有 怎么会有 无师无名 习气没断 谁才有 还有四十一瓶 无名 那个无名是无名习气 这讲清楚 四十一瓶 无名习气 无名断 无名不断 他出不了 设法界 无名断了 设法界没有了 无名习气在 所以还有十报 中 习气断了之后 十报 图没有了 完全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 因果没有了 那真的没有了 所以我们晓得 万无 能生万无 能生的那个因 就是因念不求 那世界就动了这个念头 极其微细的波动 我们没有办法发现 不但我们没有办法发现 在经上跟我们讲 确定菩萨都感觉不到 八地一上 感觉到了 原叫八地 他发现了 八地九地十地 等觉妙觉 这五个谓次 知道 所以叫 无实无名 无实两个字好 无实什么意思 那无名也不是真的 所以你别以为 十报庄严徒是真的 没这回事去 十报庄严徒 也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佛没有说 十报庄严徒 例外 没有这个想法 所以你 祝佛如来的 十报庄严徒 也是希望的 不过他里面 没有分别 没有知识 也没有起心动力 这个真是厉害 他有能力 给受法界 一切众生感应到教 不要以为我们 起个心动个念 没人知道 那你就大错 我才说了 你看 这个宇宙缘起 它的作用 那个音念动了 就是在 自信里面 变现出阿赖耶路 阿赖耶路是旺行的 望从真起 那他不是真 但是他一真而起 但是他一切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